這個還有抬頭顯示器 超屌喔 呀唷各位觀眾 大家好 我是阿傑 歡迎回來我們的 麥可買車 沒錯 我們這禮拜又繼續的 第二集了 好不好 那我們現在呢 這一個房子這邊喔 只剩下這台 Everest 跟我們的SVJ 那SVJ呢 我打算搬到我們的 新車店了 那之後 這裡也許可能會把它賣掉了 因為 說實在的 我們不常在這邊賣車啊 有了新車店之後 在那邊 還是比較方便一些些 所以我們可以考慮 如果把這個賣掉 我們的資金 又會回來一些些了 好不好 各位觀眾 如果喜歡這個系列 也記得幫我按個讚 按個訂閱 今天連載第二集 我們就要來突破個 兩千斬 GO 開上我們 最快的車車 到目前為止 它還是最快的 好不好 喔喔喔喔 突然真的太快了 太快了太快了 那我們還是要小心喔 目前這個警察喔 針對這個交通的部分啊 抓得很嚴謹 不要再被開罰單了 不然真的是吃不完都得走 我們白白賺的錢呢 都浪費了 好不好 那我們現在呢 先回去新車店 然後等一下就開著我們的拖板車呢 出去尋找 還有沒有適合我們的車子 可以收購的 Lets go 欸欸欸欸欸欸 差點又撞到了 OK 各位我們這一台車 總算回來新車店了 這好像還是頭一招啊 對不對 噢 好 哇 現在這四台呢 應該算是我們車店裡面 都最有價值的車了 那很多觀眾關心到FXXK還沒改 沒錯 因為我們把錢拿去改這台了 想說老幣改起來好像挺帥的 好不好 那之後我們有錢 一定會再來改FXXK 然後會去讓它參加別的比賽 好 那現在呢 我們就先開這台車子 準備去其他的車店來收購囉 GO 那我們今天呢 也去兩個比較少去的車店看看好了 因為常去的應該就那些車吧 除非它沒有賣出去 才會再遞補一些新的車輛喔 那我們今天先去 這邊這一間好了 這一間離我們蠻近的去看看 喔 這一間好像就是我們上次買到 Smart的那一間啦 唉唷 我們肚子好像有點餓了 等一下要記得吃個飯 喔 500多公尺 綠燈 水啦水啦 綠燈就是要這樣子 暢行無阻 這裡該不會又有賣BMW吧 欸有耶 又有一台耶 但是我不想要再買它啦 我們先買點別的車好了 前面有警察 賣一點賣一點 好了 各位到了 來看一下有賣什麼車吧 喔 這邊車流量也是相當的多 畢竟這邊是一個三叉路口 喔 前面有運操車 說實在的 我在這個遊戲還沒搶過運操車 唉唷 又有Smart耶 我們來看看 哇 Smart又賣出來了 多少錢 一萬一耶 一萬一很便宜耶 賣個兩萬 又賺九千 還有還有什麼車 看看啊 這邊都一般的品牌車 這裡有一台休旅車 唉唷 Kia的耶 這個好少見喔 三萬塊喔 三萬塊喔 這車好嗎 這個好嗎 三萬塊可不可以賣個五萬五啊 我覺得應該可以喔 我們上車試試看好了 這種便宜的車呢 我們是可以私駕了 太貴了 就不適合我們了 三萬零五百 先看一下內裝 嗚喔 難得休旅車方向盤可以握得這麼好 唉唷 也是有天窗的耶 好 走我們來試駕看看 看開起來的性能好不好 現在車輛有點頗多啊 我們往左邊來標一下看看 不要被開罰單就好了 這如果試駕車又被開罰單 那就好笑了 不錯耶 裡面也紙針也都是會動的喔 掰掰 三萬塊我們賣個五萬五 馬上賺個兩萬多塊 比在那邊賣水上摩托車快多了 唉我們先考慮一下好了 畢竟三萬嘛 那我們再來去別的地方看看 如果有更適合我們的車呢 再來比較一下 如果沒有我們就買這台 好奇啊 Kia不知道是哪個國家 各位如果知道的話 可以下方留言跟我講 好 那我們再去一個比較少去的 就大概是在這個位置 三萬零五百 說不定等一下來呢 就不到三萬了 唉 這個二手車行的這個試駕 也會隨著市場波動 而做一些調整啦 所以我覺得 早買不一定早享受 玩買也不一定想折扣 但是我們可以多看看 多比較一下 再決定喔 我們接下來去的這一間 好像之前都沒有在這邊買過車吧 我印象中應該是沒有 因為那邊的車可能都是偏 商業用的 或者是工業用的 OK 到了到了 從這邊下去啊 這裡非常的顛簸 很可怕的 看來有一台非常高級的車子啊 這是賓利嗎 還是什麼之類的 喔是賓士耶 哇賓士怎麼看起來這麼像賓利啊 這啥型號啊 看一下 S650 居然有S650喔 我以為只有S650而已耶 哇這個一台要41萬8 哇也太貴了吧 千萬等級的賓士耶 哇 我覺得我們試駕看看好了 這個 這個要小心開 喔高級的這個座椅跟皮啊 哇 還有兩個大天窗 齁齁 這太讚了吧 我們試開看看 慢慢開慢慢開 而且這個顏色好優雅啊 嗯 這個還有抬頭顯示器耶 超屌 喔差點就撞下去了 喔沒問題沒問題 喔這個真的是高貴而貴啊 是不是 非常好看耶 一千多萬耶 夭壽 嚇死人 這型號好帥喔 Maybach嗎 是這樣唸嗎 哇 真的很好看耶 好我們稍微晃一下就好了 我看我們還是不適合買這台 因為畢竟我們也買不起啊 我們還是先回去原本那間車店買KIA那台 來賺一點點錢 才是真的好不好 我現在快要餓死了 快快快 我們趕快回去吧 這感覺撞了就跟法拉利一樣 也是要賠不少錢 雖然法拉利還是比較貴一點啦 喔 是一台猴切啊 啊但是買不起 走吧 那我們就回那一間商店買KIA的車子 LET'S GO 好了各位我們回來囉 OK還在還在還在 看有沒有比較便宜一點點 剛剛是三萬零五百嘛 啊 Smart賣掉了 太可惜了 哈哈 本來想要買的說 好來 有沒有變便宜一點點 啊 去了一下下了 一兩個小時過了 三萬兩千五 怎麼貴 貴了 又多貴了一點點啊 啊 算了沒關係啦 反正我們要賣五萬五的 OK了 直接買了 這台叫做SORENTO 好慢慢的上來 OK OK 好好不要撞到不要撞到不要撞到 喔 滿滿滿耶喔 走吧我們把它運回去 這個感覺CP值還蠻高的耶 對不對 算起來大概是台幣一百多萬 然後這麼大台又天窗 感覺還蠻不錯的 好了各位我們回來了 那我們就現在把這台車給卸下來吧 那我們把它放在第二格這邊賣好了 因為第一個通常都容易撞到 所以我們把它擺在第二個 耶 那剛剛我們買已經漲了兩千 我覺得我賣呢 我們也跟著漲兩千吧 五萬七千五百塊 相當的合理啊 嗯 來那我們進來登記一下吧 五七五零零 就等等看會不會有人來買囉 耶 各位有人要來買了 我們現在錢有七萬四千一百五十塊 哇 賺多了賺多了 恭喜你啊 買到這台車絕對是一台猴切 好不好 高CP值的 祝你開得順利 開得愉快 開得成功啊 好的 那接下來我們就去吃個東西吧 肚子快餓死了 GOGO 那其實還有一個經銷商 我們到現在都沒有去過 在最北邊的地方 我覺得我們可以去那邊看看喔 有哪些車子 是我們現在可以買的 就先前往餐廳 等一下再前往北邊的經銷商來看看 有沒有猴切啊 好了各位我們現在來到這裡的餐廳啦 這裡其實有蠻多選擇的啦 我們上次吃前面這一間嘛 這裡有飲料 樓上也有墨西哥捲餅 喔我看看我們去樓上吃好了 吃一吃比較有精神 來 殺吃七口 OK 喔有沒有 我們現在食物呢 跟樂趣呢 都是滿滿的 差睡眠的部分啦 那差不多啦 我們再去北邊看一下 看還有什麼 然後就用一用 差不多就可以回去睡覺了 走 走吧 那北邊的話大概應該在 這個位置 喔其實相當的遠喔 10公里啊 這裡我覺得我們慢慢開吧 因為如果開太快 又會被罰單喔 我們今天目前還沒有被警察罰過 喔 還行還行 主要是因為我們開自來的車 也不好閃警察啦 喔 好啦各位 我們快到了 來看看吧 這裡有一間喔 相當的偏僻 唉唷有賣餐車耶 餐車我覺得可以買 我們之後可以開著餐車做生意 好像相當不錯喔 對不對 我們可以開去熱鬧的地方 啊只要9500就可以喔 哎呀 那這台我想買啊 唉唷 各位觀眾 我們下一次可以做其他的工作了 是不是 好 欸那我就決定買這台了 這台 放得下那個嗎 應該放不下對不對 這台似乎放不太上去啦 是吧 喔 很勉強耶 那這裡呢 我們就自己再帶回去 我覺得下一次我們可以 試著朝這個 餐車的部分來經營看看 那車子呢 我們可以陸續的再收 邊開餐車 邊收車 唉唷 挺棒的感覺 好不好 各位觀眾 那我們就期待下一次 可以開餐車之旅囉 如果喜歡Michael買車這個系列的話呢 也記得幫我按個讚 按個訂閱 也別忘記我們的 2000個喜歡 我們就下次Michael買車再見囉 大家掰掰 flash print hardware 鬆 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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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